講養生 難 聽聽話說學養生方法難上加難 不過為了健康一定要型難易想 在健活逆050人專輯中 有來自不同範疇的人士分享養生心得 打頭陣的 是由220磅肥仔變160磅營老的陳志雲 你喜歡吃的卡路里嗎? 我基本上是吃得挺清晰的 我不會吃太油膩的東西 其實我挺選擇擇吃的 我會好看著我每天吃了什麼卡路里 我有些東西很喜歡吃 但我知道它不健康 但我不會完全不吃的 最多吃少一點 未必是不健康的 因為容易自肥卡路里比較重 例如我很喜歡吃甜品 我很喜歡吃朱古力 但我不會為了要體重的問題 就是一點都不吃 我都會吃 但可能我一天吃兩粒朱古力 今年58歲的陳志雲 從小到大都是肥仔 出來工作之後 體重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到底他因什麼減磅? 有一次去一個電影手影 見到施藍生 施藍生 嘩 嘩 Steven 你弄成這樣 你連自己身體的重量 都控制不到你怎樣去控制 或管理其他人 他有些道理 那時候開始去調製自己 因為我覺得做運動很重要 幫助你身神代謝等等 但你吃什麼都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要吃的話 你真的要選一些健康的食品 你好吃的食物 如果不是太健康的話 都可以吃 不過你不要吃那麼多 滿足一下自己 否則你會覺得自己很… 很委屈 很委屈 你更加想吃 幫不了你了 忍口之外 他亦有獨門飲食習慣 我整個星期這樣試 每天我只吃那樣東西 然後我就… 我磅 因為我喜歡是 早上磅一次 晚上磅一次 那到早上磅一次 我再磅一次 我看自己的體重 是增加了 平的 還是跌了 但我用這個來測試 我找到我吃了一些東西 可能其中的原因 是消化得不太好 我的體重一定是上的 但對有些東西 我吃了是沒有影響的 例如如果吃豬肉 我是馬上會飆的 但牛肉是沒問題的 蝦沒問題的 帶子沒問題的 那我還有一個飲食的習慣 我很喜歡吃零食 尤其是當我看電視 聽心機 聽音樂 我就坐在那裡 我就想吃了 我有一個法子去解決 我現在買了一個 那些烘乾爐 是不需要用的 就會將那些菜 例如紅蘿蔔 甚至是野菜花 我喜歡吃的那些 切成一個小的 就放去烘乾它 但我有時想有些味 但我又不想加鹽 就會加一些胡椒 這樣挺好吃的 吃下去你會很安心 不會重了 不會不健康 又高纖 又沒有炸 這樣去調劑我的生活 飲食品味 如果是晚上我約了人吃 我下午就會不吃 如果我約了人吃晚 晚上或者吃少一點 儘量調劑自己 分享飲食心得之餘 知魂亦提醒 活得快樂 亦是養生之道 是要開心 你要快樂 你要活得自在 不要因為人家而生活 這個很重要 還有要看得開 不要帶著很多怨恨 很多仇恨 很多憂慮 就算你外邊的身形 多麼健康 你的皮膚多麼黏滑 但你內心經常懶惰 每個人都很難 學會去寬恕 去包容 或者去體諒別人 令自己開心 不是偉大的 是為自己好的 就是最重要